大家晚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大家一早醒來應該都覺得有雨 事實上從昨天晚上開始 慢慢的封面通過 這整個範圍是剛好就是一個封面的位置 所以封面就在這個地方 加上冷空氣下來 各位注意看喔 你看南北風有點不一樣喔 海峽這邊的風比較南 北風低沉的比較先進來 事實上這整個剛好是一個封面雲系 不斷的有些系統在這個地方冒起來 或是從中國南方這邊的水氣 中層會送到這個地方 就會發展一些對流的雲系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囉 晚上還有一波會再持續進來 你看這個雲系就源源不斷 事實上這個就是北方的冷空氣 跟到原來這個暖空氣的勢力 在台灣附近對峙 過去在這邊 慢慢的移到台灣這邊來了 那這個封面走得很快 預計禮拜天的下半天就會東移了 所以有一個空調 我們看一下預測喔 這整個系統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預計呢要到禮拜天的下半天 就會慢慢開始轉變 禮拜天的下半天 大家到明天下半天 禮拜天下半天 應該就會感覺到有點不一樣 接下來呢 接下來要稍微留意一下 未來這幾天會有一個好天氣的這個趨勢 會慢慢的渾顯的回溫 接下來呢下禮拜四五 有一道封面又會開始生成 就是31號 4月1號 有一道封面又在台灣這個地方 發展起來 那所以在這個下個週末呢 有機會又是猶豫的天氣 不過呢 好消息是這個很快就會過去 接下來又會明顯回溫 那最近來說的話 整個天氣真的變化是有點大 請大家留意 不過 這波過了之後 後面就可以期待了 那這兩天呢 除了下雨之外 也要注意低溫 這個禮拜六 其實這個清晨的低溫呢 有明顯拉下來了 北部比較明顯 中南部比較沒有 但禮拜天降了更多 可能空旺地區拉到13度 的低溫 特別是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 請大家留意一下 禮拜一白天就會慢慢開始 陸續的回溫當中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就會回溫的更多 整個大系統來說的話 大致上冷空氣的威力 已經在東亞沒有那麼的強了 所以大家呢 可以稍微放點心 但是就是這兩天 溫度的落差 請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整個預測的這個動態 不斷的有水氣進來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中南部也是要留意一下 也是有水氣 會下一點雨的 那接下來禮拜天到禮拜一 各位可以看 就很乾淨了 有乾淨的話就要留意 會不會有境外空氣的污染物 會進來 目前來看的話 底線有點機會 但是量多少 還有在觀察 接下來呢 下禮拜就是慢慢開始 吹為偏南風 偏南風的這時候 大氣就會比較穩定 所以中南部的空氣品質 又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下一波是禮拜四禮拜五 明天跟晚上呢 其實還是有雨勢 但是到了禮拜天 其實這個北部的雨勢會稍微緩和一點點 禮拜天白天呢 其實 北部呢應該就有機會慢慢的轉好 可是中南部呢 可能要到下半天 等於山區呢 還是有些水氣 要晚一點才會明顯變乾 然後禮拜天下半天到禮拜一 各位可以看都明顯轉勤轉乾了 然後禮拜二禮拜三 只剩下東半部 已經封面有一些局部零星的陣雨而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預測 大致上呢這個北部是比較低溫的 中南部呢相對還好 但是事實上 也拉到17到20度 對有點涼的感覺 台南高雄屏東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雲量比較多 空氣品質呢稍微是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那東半部呢就容易下雨了 東半部事實上這幾天的天氣變化 吹這種東北風又回到東北極風險的天氣了 那禮拜天白天呢 事實上各地還是容易有雨的 但是是在一個轉變 雨慢慢變少的一個機會 所以請大家留意了這樣的一個變化 大致上呢這個禮拜天 等到這個雨一停 冷空氣就會下來 會明顯轉涼冷的感覺 乾冷就開始改變 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最後給大家很建議 水氣接續晚上的雨勢會範圍會更廣到中南部 週日下半天雨勢有機會會變緩一點點 當然北部會比較快南部會比較慢一點點 溫度下滑到週一的清晨留意這個低溫 預計下週就會明顯回溫 一直到週四週五就等到下一波 可能再影響